现在天气很热 很多人都喜欢吃冰 不知道你喜欢哪一家的冰淇淋呢 来看看这几家世界之最 Buffer Pink我们都知道 这非常有名 莫凡比在欧洲是销售第一 那么他们主打的是原料瑞士进口 号称冰淇淋界的爱马仕 在欧洲据说是高级潜艇 才会看到莫凡比的冰淇淋呢 那么知名度最高的应该就是Hagandus了 他们是冰淇淋界的劳斯莱斯 那么对台湾人来说 这个应该是最常见到的 而至于日本的品牌明智 也是独特的细腻口味 很多人喜欢 那么在日本很红不用说了 在台湾也是很多人爱的 而至于呢很多名人很喜欢的 美国这个贝塞斯冰淇淋 据说有降低糖分 所以现在是市场的一匹黑马 美国很多名人都很爱 也是因为冰淇淋 现在很适合这样子的天气 所以蛮多店家也在抢攻 这一波的商机 就连卖寿司的店家 也跟冰淇淋店做合体联名 限量商品在寿司店也吃得到 现在产地芒果 奇闻驴创新高 饮料品牌水果冰沙 喝一口透心凉 全台销售突破一万杯 尝试要入商机 还有这个 饮料品牌联名怀旧冰店 不只在店内装潢 融入饮料店的元素 未来的产品也会有亮点 将原本的水果冰沙 变成华丽爆冰 以牛奶雪花冰为基底 叠上爱文芒果 寒天冻及野奶 最后放上一整盒奶酪 未来要吃到饮料店就能享用 寿司品牌也跟进冰品市场 现在点了冰品到了 谢谢 回转寿司用餐 递上来的不是手卷 而是巧克力冰棒 寿司品牌 来洗手国际冰品 超商买一只药价近百元 但吃寿司加价购 扣除包装上的折价券 只要35元 高CP值吸引冰品客群 登门消费 来吃寿司要节暑节热嘛 然后所以我们也搭着这股热潮 跟着冰淇淋一起上市 希望给消费者带来一个创新的感受 所以慕名而来的人还蛮多的 搭上热道报的夏天 从台南发迹红到日本的双淇淋 回闻五年再度铸点台北 暗指快闪不到两个月 餐业跨界联名 推夏日限定商品 不想放过台湾冰品 高达五十亿的市场 参选许只穷方向 看不到